老街入口处软软部迎风飘扬 欢迎游客们的到来 当新冠肺炎疫情在五月中升温 加上三级警戒实施后 各地商圈首当其冲 人潮不在 生意一落千丈 随着疫情降温开始解封 三峡老街又开始热闹起来 配合行政院推出的振兴五配券 再加上新北市政府推出的 加倍奉还商圈系列 三峡老街商圈的店家 希望可以带动一波买气 一扫疫情期间的低迷 目前我们活动已经从10月23 一直积极在进行到11月21 在这个活动期间里面 我们只要到三峡老街 持振兴五配券 新北加配券 或是说现金到我们特约店家 消费只要满200元 就可以参加摩托活动 然后我们奖品相当丰富 有2000多样 三峡老街特色店家的商品以外 最大的奖有iPhone 13手机 3万多块 价值3万多块 还有我们的手工肥皂洗香香 豆花一直吃到饱 三峡局长周静平表示 三峡有名犬老街及三角永商圈 是一个拥有历史人文 特色美食的好地方 欢迎大家来三峡用五配券 用新台币来支持优良的店家 只要在老街消费 也可以来赠送一些小赠品 那我们本身老街又结合了 我们的振兴方案之后 他每个礼拜只要满了200块 都可以抽奖 抽奖的奖品项目还不少 那我想透过这样的结合 会让我们的活动 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整个老街逛起来更有意义 而且消费上会更有折扣 又有一些我们的伴手礼可以拿 所以非常值得大家到老街这边亦友 三峡民权商圈的活动 从即日起到11月21号 只要消费满200 即可参加及时摸奖活动 有机会抽中iPhone手机 当地美食店家吃到饱 一年份的特色香皂等系列奖品 欢迎民众到三峡座会拼见新 记者沈金华 曾定家 三峡报导